花蓮市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案件每年都居全线之冠 更曾经获得法务部评定为全国乡镇市调解集邮单位 21号下午嘉义市的西区区公所调委会特别到花蓮市来参访 要把花蓮市的经验给带回提供优质的调解及有效率的服务品质 嘉义市西区区公所调解委员会一行27人 在21号下午来到花蓮市参访 民政客长潘唐胜协同花蓮市调解委员会主席李建新等多人 也向来访的调委会成员表达欢迎 并且相互执政具有在地特色的伴手力 花蓮市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成功案例每年都居全线之冠 更曾经获得法务部评定为全国乡镇市调解集邮单位 这也是这次嘉义市西区特别来访的主要原因 刚刚客长他有讲到我们这边调解力更达成绩 他几乎都在八成以上 一百零八年度几乎到八十八年九二层 九二破层 所以这个 他的调解力是非常高 再来就是他们从一百零二年至一百零八年 他们都荣获了他们的幸福 跟在一百零八年可能去你只有幸福 这保务部的那样的考核都是第一名 所以显现他们这边调解委员的调解功力应该是蛮渗透的 相信我们今天来这边参访 不管在我们调解业务或是我们为这边的互相交流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收获 有我们也有把我们花莲市最近这几年来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成果 作为一个书面的一个资料 给嘉义市西区区公所这边做参考 那我们今年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案件数 到其实到九一为止已经也超过了一千多件 那调解成立的有六七百件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能将两个我们花莲市跟嘉义市西区区区公所的一个调解业务 能够更精进 那透过这样交流也可以做一个一些经验的一个分享 在参访调解室时 西区调委会也对于座位安排感到相当好奇 而调委会主席李建新则表示 花莲市调委会除了是采独任调解之外 座位的设计也仿造法院的开庭室 将调解委员的座位提高1次左右 同时因为疫情 中间也设置通明压克力隔板 并没有感染情形 让西区调解委员事做完后纷纷表示 回到嘉义后也要向西区区公所反应改善摆设 来改善调解室的范围 让调解业务可以更加顺利 花莲市调解委员会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